方生文图书里面讲 是有一个出家人 他向来不务修行 却有投机奇巧的能力 他听说中药里面的黄金 能够使人长生不老 为了实验是佛灵孝 他就把黄金 这黄金是一个中药 他把它放在枯井里面 然后引游一个人陷入这个井中 再用磨盖把井口封起来 这个被害人就在井内急迫惶恐 无忌可出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支仙斧 靠着井边说 告诉现在这个井中的这个人说 你不要忧心 我教你方法 脱困 这个仙斧告诉他说 我是通小天道的仙斧 我们一般讲叫福仙 我到东北去演讲 特别问东北连柳说 真的有福仙吗 他们说有 他说真的有福仙 所以这个福仙 就告诉这个井中的这个人说 我是通小天道的仙福 我在坟墓里面作谢基柱 握在卸下 我当时是怎么修炼的 我就是目光注视卸中 我时间久了以后 我就能够飞出来 就是他的神是会飞出来 这就是先经上所说的神能灰行 神能灰行的道理 他说你就一心注视着磨盘上面的孔洞 那么时间久了以后 就能够飞出去了 因为我以前也被烈人捕厚 当时我就是沉蒙你慈悲赎命救我 因此我特别来报恩 望你不要忽视 那么就掉入井中的这个人 就照仙福的方法 经过十多天 果然从井中飞出脱离灾难 那这个僧人 把这个人骗下去这个僧人 就非常高兴 他说这个一定是那个中药黄金的功效 后来他自己就告别众人 他带着黄金下入井中 他就吩咐人家 说把这个磨盖 磨盆盖起来 再加一层把这个井口 井口把它封井 加盖磨盆 不料经过半个月以后 打开一看 生人已经饿死在井内了 真是可悲可叹了 原来生人不知道前人脱离陷阱灾难 是福里为报答他救恩特地来相救的 这不但是说明因果相报的事实 也正说明了不漏实羞耻的后果 这是这里讲的福能灵井寿宿的典故由来 这听起来是有一点点看起来像神仙故事 但是老法师说 老法师在讲经里面 他也有曾经提到过福仙这个问题 老法师说他那时候还有见过 那可能这个东西因为有这么一个传说 那么我相信因为福 他本身也有佛性 他也有佛性 他修炼到一个程度以后 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能力